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个寒风撂叫的深夜 一个男婴在平民区 孤孤坠地 在男婴出生后 她的母亲便撒手人寰 谁也不知道产服的身份 男婴由此成了无名孤儿 后来她被当地教会收养 收养她的女管事 给男婴起名 奥利福 奥利福九岁时 由于没人供养她上学读书 于是她进入了祭平院的同工作坊 开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因为奥利福既不会耍花偷懒 也不合于奉承 所以经常受到管事的打骂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在祭平院的孩子们 每顿只能喝上一小碗 可以照镜子的清粥 吃不饱的孩子们 每天都饿得头昏眼花 因此 奥利福被迫做起了第一个 赶吃螃蟹的人 如果他不做的话 就会被大点的孩子欺负 所以他鼓起勇气 向大厨小声的祈求 再要一些 大惊失色的管事 决定拧走这个造反的隐患 董事会费尽心思的 想要甩掉奥利福这个累赘 在多方努力下 奥利福最终被棺材铺的老板 以五英镑的价钱买走了 奥利福摇身一变 成了棺材铺的男仆 乖巧温顺的奥利福 即将成为棺材铺老板的正式学徒 也引起了一向瞧不起他的 诺亚的不满 同时诺亚也担心 奥利福会取代他 总是想尽办法折磨他 但受过太多苦难的奥利福 已经没有那么脆弱了 为了折磨奥利福 诺亚就侮辱奥利福的妈妈 在奥利福心里 妈妈是神圣的 她渴望被妈妈疼爱 也不允许任何人侮辱她的妈妈 因此小小的奥利福彻底爆发了 虽然她还不到诺亚肩膀高 她也要全力以赴 拼死一搏 当然 奥利福也遭受到了 更严重的报复和殴打 所有人都认为她疯了 这使得奥利福对这里的一切 感到非常愤怒和失望 一气之下 奥利福狠狠出走 奔向远方的雾都 伦敦 于是奥利福来了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带着仅有的一便式资产 和一块干面包片 上路了 走了七天七夜 终于到达梦想中的 大都市伦敦 怀揣着憧憬和向往而来 却被残酷的现实 打得支离破碎 在偌大的城市 奥利福剧目无清 身无分文 她探作在街上 口干舌燥 鸡肠碌碌 无计可施之时 阿特弗出现了 他们一顿饭菜 就轻而易举的 将涉事不深的奥利福 骗入贼窝 贼窝的头领是费金 这里有许多 和奥利福年龄相仿的孩子 他们已被磨灭了 示威价值取向 小小年纪 就被训练成职业的爬手 一天 奥利福和阿特弗等人一起上街 阿特弗行妾是意外败露 而奥利福 则在混乱中 被人当作小偷 抓进了警局 一位书店老板 证明了奥利福的无辜 由于他当时病重昏迷 且容貌酷似 有人生前留下的 一副少女画像 布朗罗 收掠他在家中治病 得到布朗罗 及其女管家 彼得温太太 无谓不知的关怀 奥利福第一次 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费金和同伙 塞克斯 并未善罢甘休 趁阿利福 外出买书之际 将其绑架 而布朗罗 则误以为 小男孩携款潜逃 心中失望不已 诱惑的贼嘲的奥利福 在费金的哄骗下 道出了布朗罗家的境况 并被塞克斯 胁迫前去抢劫 虽然抢劫被成功阻止 但奥利福却被冷枪击中 当塞克斯准备 将奥利福抛进河中之际 同行的托比 救下了奥利福 险恶颇婆作的塞克斯 依然鼓动费金 除掉奥利福 以绝后患 而他的女友南希 则试图保护奥利福 并和布朗罗取得了联系 希望帮无辜的奥利福 逃出魔窟 今晚如此 费金用威胁 利诱灌输等手段 企图迫使奥利福 成为一名窃贼 成为费金的摇钱树 一天黑夜 奥利福在塞克斯的胁迫下 参加对一座大宅院的行窃 正当奥利福准备 趁爬进窗户的机会 向主人报告时 被管家发现后 开枪打上 窃贼仓狂逃跑时 把奥利福丢弃在 路旁水沟之中 奥利福在雨雪之中 带伤爬行 无意中又回到那家宅院 昏倒在门口 好心的主人 梅利福人及其养女 罗斯小姐收留 并庇护了她 无巧不成书 这位罗斯小姐 正是奥利福的姨妈 但双方都不知道 在梅利福人家 奥利福真正享受到了 人生的温馨和美好 但费金团伙 却不能放过奥利福 有一天 一个名叫蒙克斯的人 来找费金 这人是奥利福的 同父异母兄长 由于她的不孝 她父亲在遗嘱中 将全部遗产 给了奥利福 除非奥利福和蒙克斯 是一样的不像儿女 遗产 才可以由蒙克斯继承 为此 蒙克斯出高价 买通费金 要她使奥利福 变成不可救药的罪犯 以便霸占奥利福 名下的全部遗产 并发泄自己 对已去世的父亲的怨恨 正当蒙克斯得意洋洋地 谈到 她如何和邦布尔夫妇 狼狈为奸 毁灭了能证明 奥利福身份的 唯一证据的时候 被南希听见 南希建议勇为 同情奥利福的遭遇 冒生命危险 偷偷找到罗斯小姐 向她报告了这一切 罗斯小姐在布朗罗 陪同下和南希会面时 布朗罗获知 蒙克斯及她的已故好友 爱德温 利福德的不孝儿子 决定亲自找蒙克斯交涉 在这过程中 罗斯小姐和布朗罗老生世 发现南希 其实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当爬手助纵为虐 是迫不得已 南希的善良 感动了布朗罗 她承诺 为南希提供一个 宁静的安身之所 并劝她抛弃现有的一切 把希望寄托在将来 罗斯小姐劝她 不要再回贼窝了 令她立即离开 可是南希的内心 是矛盾的 她把与塞克斯的神圣爱情 看得比未来 名誉 甚至生命还重要 她选择了回去 她嘀咕了塞克斯的残暴无情 费经很早就察觉到 南希不对劲 她派巴尔特跟踪南希 巴尔特把偷听到南希和罗斯小姐 波朗罗的谈话 汇报给了费根 间接导致 南希被塞克斯杀死 南希之死 使费经团伙 遭到了灭顶之灾 警方对塞克斯和费经 展开了抓捕 塞克斯在逃跑的过程中 不慎丧命 而费经也最终被绳之以法 费经被抓后 巴尔特出庭指证 他的罪状 从而得到了王室的特赦 巴尔特看到费经的下场后 幻然醒悟 觉得干爬窃这一行 十分不正当 经过一番深思疏虑后 他决定发挥自己的跟踪特征 受雇于政府政法部门 专做举报工作 在费经临行前 布朗罗带着奥利弗 探望宇宙的费经 尽管经历了种种费经造就的不幸 但善良的奥利弗 却仍在心底 默默为他祈祷 与此同时 蒙克斯被布朗罗挟持到家中 对他供出了一切 事情真相大白 奥利弗被布朗罗说为养子 从此结束了他的苦难的童年 为了给蒙克斯自信的机会 把本应权贵奥利弗继承的遗产 分一半给他 但蒙克斯立心不改 把家产挥霍殆尽继续作恶 终被狼当住狱 死在狱中 邦布尔夫恶有恶报 被割去一切植物 一贫如洗 在他们曾经作威作福的 祭品院度过余生 最终奥利弗得到了该有的遗产 他没有计较自己 同父异母的哥哥想要杀死自己 再次给了他改邪归正 从事正当职业的机会 与哥哥平分了父亲的遗产 阿利弗被布朗罗先生认为义子 善良的人们过着幸福的日子 犯罪的人受到应受的惩罚 阿利弗成长过程的艰辛太多 作为难得的是 他没有被生活所逼 变得堕落腐化 而是依旧保持善良 一个人难免会犯错 只要能痛改前非 就有一条光明宽阔 通向美好未来的道路 正如狄更斯所说的那样 恶往往是昙花一现的 都要和作恶者一同灭亡 而善则永世长存 只有心中还存有善良的人 才能有机会分清作恶多端 是没有好下场的 才会萌生出向善的念头 从而下定决心改过自新 而心中有善的人 总能被善良感化到 也能被别人的恶报所警醒到 从而激发出 他们止恶向善的想法 走上一条人生坦途 那些作恶太多的人 会失去认识善恶的理性 没有了理性 善良就不能得到发展 只能走上罪恶的陌路 成为陌路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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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 领域 阅 转发 打赏支持 领域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领域